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我是藝術的小羊 當時其實我們老闆帶我們去旁邊 那個時候我沒有車 老闆明義的陪著我找車子 原本其實是沒有要找到這台車 想說只要有手排的就好 可是後面怎麼看清他手排車都覺得 不是那麼的喜歡的 結果最後還是選擇這台Panda C的TELA FK2 那我為什麼會喜歡這台車 就是因為其實他的車頭我覺得比較特別 很喜歡這種很銳利的車頭 然後再來就是他其實是 Panda的第一個多輪版本 算是有賣這台車的 數量其實算很少 在找他的過程 我還去看那個KB 會不選擇KB的原因是 他的價格還算是超出我的預算 數量上來講的話也相對比較多 我是比較偏向喜歡那種 比較稀少的然後價格也OK的 他的馬力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滿意的 操控性來講的話也不錯 這台比較特別的就是 台灣的話我只有看過 當初有車商 他們在賣的話有一般的版本 可是他也是從外匯進來的 然後他的話就是旅行車那種版本 他沒有像以前台本有在賣的就是 Zilic那種版本 就是一般的Zilic版本 那他這個的話 那這台的話只有外匯商 外匯車商然後很進來的 就是因為這台的話 從2015年開始賣了兩年之後 他就停產了 所以這台的話在台灣的數量算少 那外匯車商進來的都只有Zilic版本 不是幾匹的 再來的話像 FK8的話 他是電子的手煞車 那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 以前的那種用手拉的手煞車 再來的話就是說我比較喜歡 他的儀雕胎 他是分成兩個 下面的話是有轉速的 那上面的話就是時速的 對我喜歡這樣的感覺 這台車的話從前車輔 一直到這邊的話都沒有改過任何東西 然後日後的話可能會做一些改裝 那就是可能從主盤的部分開始這樣子 他發生的比較尷尬的問題就是 不小心超速了 然後現在就來吃要面臨被扣牌的問題 可能半年不能用他了 希望他這半年好好地休息 其實就是那台Tabla被扣牌了 然後我就定買這台K8 他有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其實我在之前就一定有買過一台K8了 那台K8就是小祝福 有沒有注意到輪胎有沒有熱 一個失控 那就毀了他 那台車撞毀之後 其實有在猶豫 我們都要把原本那台車修起來 但是那台車撞的一頓 連整個車牌車架都受損 變成說要再去找車架出來 就變成說這個是很大的一工程 最後就把它賣給沙洛塔 然後其實在賣之前 我把一些我喜歡的擺妝品 就我把它擺下來 希望就是可以繼續放到這台車上面 然後可以用 其實一開始是 玩摩托車的時候 喜歡玩素的單 應該說從那個時候是喜歡北方的 然後身邊的選朋友 他們都是開著這台車 三門的也有四門的也有 那那個時候就覺得這台車的外型就是真的比較好看 那個時候因為還沒有駕照 所以我就只能看外型 就欣賞外型這樣子 駕駛的這台車 之後來發現 它的操控系機械化 它其實底盤是雙倍的 接近就是一個賽車這種感覺 底盤的回饋都很明顯 所以就特別的喜歡這台車 就是老闆朋友到處去找車 最後還是一樣在台北的部分 買了這台車 擺妝店有蠻多我喜歡的 這種老車 我覺得比較偏向 像BK9化的那種車子 擺檬的話 其實就是上下單再過 日後的話 再把外端的部分稍微分離下 擺妝店的話 就慢慢的去清分 這台的話就是 外端可能會 用紙布的樣子 其他可能就是像 品牌店啊什麼的 這台車的話 還是會繼續保留人 對 因為其實這台車 它20幾年了 可是它的外觀還是很對 年輕人的口味 對 所以這台車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我很希望就是會 留到最後 兩台車其實我都會希望 留到最後來 捨不得賣掉 日後的話 就是會把這兩台車 放在旁邊的車庫 然後提前慢慢欣賞 這樣子 今天的話就先介紹到這邊 之後的話會 開始做改裝升級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